准备 上班 許多民眾引頸期待的竹山氣彈嘉蓮華鎮長盃氣彈賽 因為疫情關係,也延至11月21日登場 各樣組別皆有提供組隊免費參加 報名時間至11月10日至 也歡迎民眾能夠透過鎮公所APP來報名 這次的比賽是以M5賽制 重彈一顆就陣亡,你身上帶的任何東西下場 重彈一顆就是陣亡 我們是以殲滅賽 殲滅一個,把全部的對手殲滅掉 五個殲滅掉,你就奪旗、達陣 這樣就是算結束 分數的話,打到一個人就有分數 存活的人員也有分數,奪旗、達陣都有各個分數 所以每一場一定是公平的 還有相對的分數在裡面 那預賽打完分組 各分組會取隊伍上去打 副賽決賽 打到最後面一拚一組 打到冠亞軍這樣子 竹山氣彈嘉年華鎮長輩 氣彈賽裁判長余葉佑 也感謝吳瑞芳議員以及政公所的支持 也希望日後能夠辦理更多活動 來推廣氣彈運動 竹山的氣彈呢 我們要首先先感謝吳瑞芳吳議員 從零到有 所有的支持 七彈已經這一屆是第六屆 那政長也是 政長也支持到我們已經第六屆了 那我們希望後面還有很多延續的七彈活動 然後各縣市也是希望可以把七彈的活動更增加 把它進捷到最好 南投縣氣彈委員會主委 先議員吳瑞芳也表示 七彈是一項相當刺激有趣的活動 透過政公所辦理的活動 讓民眾能夠免費體驗一起同樂 也歡迎民眾踴躍報名 我們在竹山鎮 在中和里有七彈的場所非常好 我們21號要舉辦嘉年華鎮長盃 已經邁入第六屆七彈比賽 我們七彈這個意義 就是說讓人家有團隊的精神 還有親子 讓他們親子都來組隊來參加 更進一步的互動 而七彈運動的推廣 主上政公所不遺餘力 先議員吳瑞芳也感謝政長的用心 並期待 藉此能夠讓更多人認識這項運動 我們這個七彈 玩起來也非常刺激性 真的很棒 我們政長也非常的用心 也撥一些經費下來 希望可以一年比一年更好 我們政長來推 推這個七彈 讓更多人知道 更多人來參與這個活動 竹山七彈嘉年華 戰 議長和順豐肯定賽事規劃的用心 讓民眾能夠體驗到七彈運動的魅力 也鼓勵民眾能夠一起報名同樂 記者盧一凱竹山採訪報導 金吉利 金吉祥